希望每个能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够比较珍惜我这个视频 因为实在是发之不易 在我们中国大陆 是吧 要翻墙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而且网络延迟特别的卡 所以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跑到这个位置 是吧 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同胞 有更多心地善良的人能够看到 能够注意到 这是武汉肺炎 所谓的冠状病毒 这是疫情的严重性 和我们本地人生活的一个实际情况 现在整个武汉市所有的交通枢纽 公共交通全部被停掉了 然后据说加油站也停止加油了 然后呢 我不禁有几点疑问 比方说 你家里的亲人有个什么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现在需要去医院 怎么去呢 打那个急救电话120 各位可以试一下 根本就打不通 完全就打不通 一直是盲婴 再比方说 你怀疑自个儿是否染上了这次的武汉肺炎吧 你想去医院做一个那个诊断 你根本就去不了 你怎么去 医院人满为患 医生他不教你去挂号什么的 就排队 你排几个小时可能都不搭理你 你本来没什么事的 你去排排队 可能就交叉感染了 然后我再说一个 我眼睛亲眼看到的 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前的头一天 22号 包括22号之前 整个武汉市满大街 戴口罩的人都不多 一大堆就是不戴口罩的 还在麻将室里面打麻将 还在到处叫头接耳 包括一些商 小商小贩 我也想 问一下 我们大家一块在这个公共平台上探讨一下 武汉市市长 党委书记在干什么 作为一个地方的高级官员 一把手 他们难道没有得到信息吗 如果说他们第一时间得到了信息 为什么没有全程的电视讲话 没有第一时间的 甚至强制性的 要求我们老百姓戴口罩 提高防范的警惕呢 如果说他没有得到信息 那就说明他失职 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做地方官 早就该滚蛋了 或者说从一些网络渠道上看到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口音 看到他们倒地死亡或者说各种情况 那些悲剧 今天是大年 初一啊 本来是一个非常高兴喜气的日子 这个时间段 但是眼下你觉得 我们武汉人民 或者说一个中国人能高兴得起来吗 然后我希望所有的海外华人能够明白一点 我们中国人 起码我或者说我身边的同年人 二三十来岁的 八零后九零后 没有谁是傻逼 没有一个人被洗脑了 我们脑袋里清清楚楚明白得不得了 像金灿荣那一批 也就忽悠一下傻白甜 也就忽悠一下小朋友罢了 像我们都太他妈了解 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发生的渠道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的身体是肉 是血肉 比不过钢筋子弹和坦克 我希望所有的能看到我视频的海外华人同胞 帮帮我们 起码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 也不需要你们干什么 无非用手指点一点 扩大一些曝光度 我也不靠这个东西赚钱吃饭 就希望制造一些舆论压力 让中国政府明白 你们不要逃避责任 跑到他妈的青海一个了不拉实的地方 是吧 做做秀什么指导疫情 你指导你妈逼呢 你把别人都当傻逼呢 我操你妈 现在我们做人会换位思考吧 如果你现在你是武汉人 你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是吧 你再 我们对位交换一下 你的亲人朋友 你熟悉的人 莫名其妙地染上病了 不是在他们不配合 是在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无奈的情况下 现在得不到医治 得不到确诊 只能活活地等待病痛的折磨 等待死亡 人他妈一生 命就一条就一次 死了就没了呀 而且眼下这个病毒 并不像官方宣传的 什么发热咳嗽 而且不发热不发烧 一样也可以传播 而且不光是通过口腔传播 病毒可以通过你的眼睛 都可以 这个已经是证实了的 很多内部的医疗工作人员 已经证实了这个情况 而且在封城的前半个月 一个月返乡村一回去了 已经走了一两百万人了 他们怎么办 你怎么防 要把整个中国都给封住 这封那封的 你早干嘛去了 所以我希望 所有看到我视频的人 真的好好珍惜我 发这个视频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随时都是冒着 被抓到公安局派出所的风险 在这里就希望 把一些真实的客观的情况 告诉大家 我们老百姓 真的是很无奈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了 我们也希望 是吧 过上那种民主自由开放 我们也希望不翻墙 就能上YouTube 上推特 但问题是根本就做不到 我们能怎样呢 是吧 高房价 高物价 通货膨胀 他们赵家人 出了任何问题 就捡我们老百姓的韭菜 捡羊毛 大家都看着血量 你看我身边的朋友 同学 只要是有钱的 有能力的 能移民的 早他妈走了 谁都不傻 我们只是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帮帮我们 我们 起码眼下 我们武汉人 真的是 太需要国际舆论 国际社会的关注了 我们眼下 真的是太无奈了 就两个字 无奈